第三勢力时代力量今天的举办记者会 批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的两岸论述 不符合现今台湾主流名义 而外界依然相当关注 现任总队长黄国昌未来的动向 他说不可能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至于会不会代表时代力量出马呢 黄国昌还是不愿多谈 排出大字报 泱泱沙沙沙写了好多 时代力量举办记者会 针对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的一中同表 穷追蒙大 更强调台湾与中国 就是国与国的两国关系 台湾跟中国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是一个国对国的关系 只不过这个国对国的关系 目前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基本上我们这个时代力量 这边主张就是在宪法上的层次 要背处一国两区的这个虚幻的架构 法律上的层次 要背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从太阳化学院发基因 时代力量重申 台湾的天然独就是党内的创党DNA 但第三十里小党林立 各自推派立委人选 就怕泛律选票被分光光 本土社团包括北社中社南社 共同跳出来 要民进党不分区席次 优先礼让黄国昌 不可能去担任民主进步党的部分区立委 关于系纸参选的问题 目前的状态停留在我发表完声明以后的那个状态 就停留在那个状态 没有进一步往前走 那未来怎么样的这个部分 我想可能还要看未来情况的发展才能够做决定 话说的肯定强调自己不可能代表民进党出战不分区 民进党打算里让他心北戏致 黄国昌也拒绝 血运领袖不愿表态 也连带影响民进党与第三势力的整合进度 越南TV续一位 彭华星台北报道